吴亦凡近日陷入约炮门风波,引起桂圈轰动 近日,吴亦凡工作室发声明称将对不实言论进行追责,起诉为炒作的音箱号 声明中提到,本次事件中出现大量经伪造或剪辑的音频、图像以及虚构或带有误导性的类似材料 部分媒体、自媒体及音箱账号及非该等不实信息中所声称的事件当事人 也未与吴亦凡先生进行任何确认,及对该等不实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编辑整理 并以若干低俗、夸张、误导和不实的标题进行传播 同时,大量不实信息和营销账号内容之间呈现了高度协同、配合的特点和远超平均程度的效率 该等自媒体进行内容发布时,对于虚构、伪造、剪辑和误导性的不实信息不加任何核实 甚至借机恶意宣传和炒作,其行为不但超出了言论自由的限度 还违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内容审查的法定义务和监管要求,以严重违反了中国法律 其侮辱诽谤行为构成了对吴亦凡先生合法权利的侵害,并可能导致承担刑事责任 同时,本所将根据委托针对微信公众号和营销账号 民营一点、小吃、旅游日记的运营方 以及微博账号、揭秘那些破事、网红揭秘、微信个人公众号、香蕉news 及其他本次事件相关的已认证或未认证身份的账号运营者 在确认其身份和动机后提起民事诉讼 同时,本所已与网络信息监管部门、新闻出版监管部门及公安部门进行沟通 将通过举报、投诉和报案程序正当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